华英小提琴家陈美从小喜欢滑雪 但是她有个虎妈千方百计的逼她学音乐 也因此扼杀了她滑雪的梦想 陈美后来成为了阳明国际的小提琴家 但是她的心中却一直有个遗憾 这次她放下了小提琴 参加了短暂的滑雪训练 代表泰国参加今年的索契冬奥女子滑雪比赛 虽然在比赛当中 她的成绩敬佩莫作 但是她很有运动家的精神 坚持全程完成比赛 让大家非常的敬佩 还称她是最快乐的最后一名 其实在任何的比赛 这个真输赢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跟自己比赛 超越自我 人最难的就是超越昨天的自己 而今天看到了 紧美女中打合队的故事 也希望能够带给您 在人生里有所启发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发烧霸奇追根究底 情局锁定 任性追踪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